饭店的醋牛白菜为什么那么好吃 中间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今天就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宽宜是大厨 首先把大白菜去掉根部 然后一片一片的这样掰下来 把白菜叶子用手撕成小片 用手撕的白菜叶子形状不规则 这样炒的时候更加的入味好吃 接着把白菜帮用刀拍一拍 这样更容易入味 然后再把白菜帮斜刀切成片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切点干辣椒和大蒜 我老婆又想吃红烧肉了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烧肉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把五花肉焯水后放入砂锅 加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鱼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五花肉 盖给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 香喷喷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哇 真的太香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好了 来调一个非常壮的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两勺陈醋 再加少许的老抽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一点鸡精 加88的白糖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起锅烧油放大蒜和干辣椒炒香 然后倒入白菜帮煸炒 把白菜帮炒软后 再放入白菜叶子 然后把白菜叶子也炒软 白菜叶子炒软之后 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接着在稍微翻炒下 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非常美味的醋柳白菜 就做好了 酸爽开胃 真的太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再搭配上香喷喷的红烧肉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